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部分,我们大概重点回顾一下 其实每一段,我每次上课都会给一个清单 反正上下来,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数位课程 OK,那你回去的话,当然还是可以继续看 课程结束还可以看,但看多久不知道 但至少,应该三个月半年内应该这个影片都会在 OK,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但是你不要说 几年之后你回来跟我问我,老师那影片怎么找不到 那我就不能保证了,OK,上这个课程也没有保固的嘛 我至少还给你看个半年好了,OK 那至少,之后的话你要找我,我要问问题 其实云端上,或者v2上,其实也可以发问题 那,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重点,特别说上个礼拜已经慢慢进入到 那个程式里面,相对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因为像这个什么呢,回圈的资料结构 对于人脑部分的话,是没有这种回圈的概念 而且人脑对于回圈这种事情是抗拒的 有没有,回圈嘛,重复做啦 这样你重复做啊,基本上一般人是抗拒的 如果这样你重复做个十次大概还好 一百次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累了 那一千次一万次,甚至不要说百万次的话 那其实根本不可能的 但问题这些事情的话,对电脑来说 都是轻而易举的 而且是它最擅长的部分 另外的话呢,它也不会 就是说你家做一次回圈两次,它一直做 另外我刚刚提到啊 还有一个重点,它其实24小时可以做 可以不用睡觉 有没有,但你需要睡觉 我讲过嘛 其实当然程式里面还有一个重点 你可以让它什么时间做 或者是间隔多久做一次 都没有问题 OK,所以其实啊 以后的话,这些东西 如果你懂得应用的话 哇,它大大可以接招你很多的力气 OK,另外的话呢 未来,这样还没讲,这个要自动化 未来如果加上AI的话 哇,那就更厉害了 除了它做之外,它会自动修正 自动修正 自动学习 AI的部分,OK,机器学习嘛 然后另外呢,它还可以在深度学习 OK,有点像模拟人脑 可以做自我修正 那以后的话,哇,程式那更厉害 不过当然这地方就 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啦 所以如果你要学AI之前 可能你还是先要把程式 基本的自动化先学好 你才有办法再往上踏 OK,那那个AI部分的话 其实也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往上堆叠 因为呢,在AI里面的话 很大一部分还是要写回圈 还是要做一些逻辑判断 这些都是基本的要件 绝对不可能少的啦,OK 所以如果你以后想要学更深入的话 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熟悉 而且不是要熟悉 你看每个字都不能错啦 我觉得工程师最对的地方是 真的是要很专注啦 即便有一个bug 有的时候甚至说 有工程师一天就解一个bug 就为了要找那个bug 哪里有bug 所以慢慢我们要练就一种能力的话 可以在刚开始写程式 就不要有bug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激进 不能说很急的 我像我的习惯 我宁可我慢慢写 我一个一个慢慢写 我每个地方都不要有bug 那如果有bug 我尽量避免有bug那种写法 然后这样慢慢稳定 写出来的东西 自然而然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怕说有些工程师每天都要赶案子 然后每天一赶一赶 赶到最后的话 很多程式就乱找 甚至有的google来的贴上去就好了 反正可以跑再说 那问题 这程式以后出错的话怎么办 因为有些程式不是大家写的 真的很多工程师每天就是 复制贴上修改 但是有些时候错的 他可能也找不到错误啦 所以尽量还是要扎实一点 尽量是自己写的 我想你就比较容易找到错误 那上个礼拜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加总 OK 我们用回圈的方式 把1到99加总在一起 OK 那加的方法就flying range range的话呢 从1到100 因为100的话是停下来 不会执行 所以最重要是range range的话有点像帮你做个清单 这个range的函数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range的话 你变成你要自己 自己产生那个清单的结果 OK 清单有点像eSale eSale 先输1 然后ctrl键按住向下拖拉 它不是自动踩上23456 一直到这个清单就跟任何是一样的概念 OK 那 所以其实这部分的话 有些概念跟eSale是相通的 只是说我这边写跟那边写 那边将来资料是可以做互相交换的 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像什么 维圈里面 注意就是step 这个step就是说你要间隔多少 比如说你要是基数的话 就是每间隔2 13579 那如果你初始只是2的话 那就24684 那中间step step就是豆点加一个2就可以了 有没有 第一个是1 range 瓜虎1 豆点100 99 就结束100就停了 豆点2的话呢 那就是间隔2 那预设是间隔1 OK 那如果你要反向跑的话 那变成说前面就是99 豆点到哪里 到0嘛 有没有99 豆点0 然后豆点后面就要-1 -1 -1的话呢 就越来越少 有没有 就颠倒过来跑 那什么时候会颠倒过来跑 那也是有 像我们之前有讲那个星号嘛 输出嘛 如果你要正三角其实越来越多的话 那你就是把它1到14 因为我们13颗星嘛 那如果它颠倒的话13 豆点0 但是要多一个豆点-1 如果你没有-1的话 它不会 往下去跑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要处于step这个地方 那再来还有break break就是刹车的部分 如果你要程式还没到 你就跳离的话 你就break 所以break的话呢 在程式 在for回线比较少 因为有 for回线就是哪里到哪里 跑完就算了 但是什么地方会很常见到break 就fire回圈 为什么 fire回圈 今天会提到 fire回圈跟for回圈最大的差别是 for回圈后面是一个范围 那fire回圈后面是一个条件 当它为true的时候才去做 true的时候才去做 所以当后面那个条件 它一直为true 一直做 但问题它如果永远都是true的话 它就跳不出来了 所以怎么办 也许我们可以在坏回圈里面再做一个逻辑 如果那个逻辑 假设另外可能除了这个条件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为true 所以第二个条件 如果为true的话 那我就break ok 有点像什么 我做一个另外的备圆 可能就是说 防止这个城市它永远跑不出来 那永远跑不出来 就无穷回圈了 无穷回圈就一直跑 一直跑 荡掉了 那怎么办 你可以再做第二个条件 可能什么情况下 ok 所以这个待会我们也会讲到 另外的话99层发表 有没有 99层发表 城市不多啦 就四行 回去的话 你如果可以把四行打出来的话 不要看我写过的城市 你就可以很顺利打出来 那表示你是学会的 因为城市不多 ok 里面还会用到一个formate 有没有 我是建议你用formate 如果你不用formate的话 那个城市会比较冗长 而且要一直用str 对吧 因为你i跟j都是数字嘛 那你数字要跟文字串 不能串嘛 所以怎么办 一定要转 所以一直转一直转 那很麻烦 但是如果你用formate的话 只要用一个大瓜谷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ok 城市的云段上还有 所以回去的话 可能自己要找个时间 所以其实回去要练习到什么程度 我是建议回去的话 你如果可以把我们上课讲的程式 不看答案就可以打过一遍的话 那你就表示你ok了 那这样才叫你有复习 如果回去的话 就只是看个影片 或者连影片都没看的话 那下一次来 你可能又归零了 要重来了 ok 所以后面又会增加新的东西 那你会越感觉越有压力 为什么压力 因为你可能前面都还没学好 后面又接着又来一些新的 那当然你会越来越觉得压力 但如果前面东西 你都已经很顺手了 后面再加一个新的 那你再把新的学好就好了 ok这一点可能要跟各位讲一下 那如果你这些程式的基础都打好 我跟各位讲 以后不管你再写别的语言 别的程式 不一定是Python 如果是其他像VBA 或者是R Java等等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相通的 因为任何语言都一定会有逻辑判断 都会有回圈 ok都会有那个变数的形态 都一模一样哦 差别只是在什么 这个语法的表示不一样而已 就一点点差别 所以像我的习惯 因为我常常很多种语言切来切去 我就记哪一个 记它们之间的差别 然后呢 甚至哦 不同语言我就翻译一下就好了 像有些程式哦 这边一写完 换到一个环境 把它翻译一下 程式就写出来了 所以像9900发表 你要在Excel里面写VBA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逻辑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差别哦 只是你要懂得怎么样 找出它之间的差异点 然后马上就可以把它翻过去了 所以同样的程式哦 我从最早 很久以前 我教过程式只好10种 每个我其实很早以前 都一定会教到9900发表 所以每个都写过一遍 很多东西都是把那边逻辑搬来这边而已啊 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的 一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啦 我觉得都差不多东西 只是说哦 它把一些 怎么讲 东西拿掉 像早期教travel的时候哦 它的那个宣告很麻烦 你每个都一定要宣告形态 然后呢 它的结尾一定要大瓜糊 厚大瓜糊 那大瓜糊的话 在python它把它变成一个缩牌 有没有 缩牌就好了 你不要大瓜糊 不然的话 以前java 常常遇到什么 有一个前面的大瓜糊 露了后面大瓜糊 因为大瓜糊太多了 对 然后常常 这就很麻烦 然后呢 宣告的话呢 以前一定要宣告变数 宣告完之后再用它 所以你要先宣告一大堆 哦 那现在python不一样 你用的时候再给资料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讲起来啦 其实python跟java比的话 其实就是把什么程式的语言 做 让它更简化了 那你想说老师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啊 到底很简单嘛 因为其实 有些东西 资料变化太大 像大数据好了 所谓的大数据的资料来源 很多 形态不确定 我前方跟大家讲 那如果不确定的情况下 你已经宣告一个变 宣告一个变数了 那如果我将来要放的话 比如说我宣告的是一个 一个整数 结果它突然来的一个数据 是一个小数点 那怎么办 抱歉 放不进去 那就完蛋了 有没有 因为有时候形态 来源不确定性太高了 那如果不确定 因素太高的话 那我用以前java的方式来写 就很麻烦 怎么办 OK 因为Java真的很难写 有关大数据方面的资料分析 所以Python 应运而生 没关系 你来你什么放进去就可以了 就像Excel 为什么现在大家很喜欢用 因为Excel的储存格 你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有没有 你放数字它就变数字 你放小数点它就有小数点 你放文字它就变文字 有没有发现 甚至你上面放个图 它也可以接受 为什么 因为它几乎万用的 不过当然它有缺点 有缺点 缺点就是说 它的那个执行效率 会比较差一点点 有没有 跑起来的话 会比较慢 不像说以前那个宣告的形态很严谨 跑起来就速度变比较快 可是我想这些问题 慢慢因为那个电脑速度变快了 所以这些以前是问题的 现在都不是问题 因为现在电脑一下子 说真的 差个百万分之一秒 你有感觉吗 只差那一点点时间 可是你却要去学习那么复杂的程式语言 那我觉得你倒不如把程式语言弄简单一点 所以未来的那个什么呢 因为电脑的速度变快 所以现在你说台积电到底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像现在已经7奈米了 大概5奈米 3奈米 2奈米 那那个奈米的那个数字越小的话 可以让那个电脑的速度跑得又快 又省电 又快又 而且体积越越小 OK 所以以后速度还会再加快 所以意思就是说 对吧 以后你其实不一定说 一定要写很复杂的程式 你反正你程式可以 不要那么复杂 所以以后Python可能还会更简单吧 下一代的语言 但是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 好像已经慢慢又有新一代语言又出来了 所以你那时候马上同学说 那我不要学了 反正还会有新的 我讲过嘛 反正它再来只是会让它变简单嘛 对不对 以后可能回圈 还写得更简单 以后回圈 还能怎么更简单 反正不知道 以后别人的创意嘛 那只会越简单 但是都在基础之上 向前再推进 所以最早呢 你说Java前面还没有更复杂 以后C++ C++ 那更麻烦的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眼镜是越来越简单的 以后甚至 现在是有一些什么图形化的 可能不用打一些程式 直接用图嘛 当然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给儿童用的 我有点 有时候反而比较没有那么 觉得那很重要 我觉得那好像还只能当玩具吧 OK 好 好 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大概这些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重点就摆在那个 画回圈 所以呢 请各位画回圈部分的话稍微了解一下 那画回圈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个什么呢 把上个礼拜的那个4回圈 4回圈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是本来是这个 这个是基有加总的 我另外再另存一下 另存为 这个是加总 加总到99 这个我把它改回来 我们本来是只有一个sum 假设一个sumA好了 然后只要跑一次 那这个地方没有step 把sumA sumA的话就是我们的加总结果 有没有 那后来那个是把它改成 奇数跟偶数 OK 画面先切一下 所以呢 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应该是什么 4950 这个结果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假设我希望呢 把这个程式 改成那个画回圈的话 那画回圈能不能跑那个 这个1到9 当然可以啊 可是我讲过画回圈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它的后面必须要加个条件 加条件哦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画回圈 跟for回圈 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如果你可以把这三个地方 改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 应该就没问题了 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呢 画回圈的上面这个i 有没有 因为它没有办法 像这边有个range 所以呢我们可能 必须要先怎么 把i的这个词 先它的初始值等于多少 i预设 初始值等于什么 不是0 是1哦 从1开始嘛 然后后面的话呢 第二个就是把这个for回圈 我先把它注解掉 前面加一个紧字 然后把它写在下 把它改 如果改的话改坏哦 坏的话就是 打一个坏哦 那坏后面就加了条件 当什么呢 当那个i的词哦 如果怎么样呢 我要累加的话 当它是小于多少 小于100的时候 后面加一个冒号 一样嘛 所以呢 其实有点像是那个if if 只是说if是只能执行一次 那while的话呢 是反复反复一直执行 执行到这个i的值 假如是等于100 或大于100 就是不是小于100 那因为i初始值是100 是1嘛 对啊 所以它这个1是不是小于100 一定是嘛 4嘛 4的话就帮我加 可是还有第三个不一样哦 因为我们for回圈的range 它会自动帮我把1变成2 变成3变4 就是一直往下跳下一个数字 但是在file回圈里面 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变成你要必须把 把在加总的下面 再加一行 叫i等于i加1 就是你要帮它加下一个数字的意思 所以特别说 有三个地方不一样哦 OK 哪三个哦 应该懂的意思吧 第一个 把它的初始值有没有 初始 搬到上面 把它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变成一个条件 把它的这个后面一个step step把它改 改到这里啊 其实这边有个d0.1啦 把这个d0.1 搬到这里来 OK 所以哦 会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假如说 所以哦 理论上哦 所有file回圈写出来的程式哦 全部都可以改写成坏回圈 那只是说你说老师那干脆我全部用坏哦 可是问题来了 坏回圈多三个东西耶 要是你的话 像我的习惯 我光看到多这么多东西 我当然还用file回圈啦 file回圈清爽多了吧 有没有第一个不需要初始 初始嘛 这个不用 第二个呢 我就直接一串了嘛 第三个就不用再让它下一个嘛 OK 好 这样子 那但是哦 这个只是因为我们是拿file回圈的程式来改 所以感觉到好像 会比较file回圈好像变比较负的 但有些地方它就不用布进 它就一直判断而已 那你用file回圈更好 后面会举相关的案例 让大家了解 那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把它直接执行一下 结果不一样 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应该是一模一样吧 有没有 加总结果 有没有 一样是4950 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啦 所以呢 请各位试试看哦 三个地方不一样 那同样的道理哦 嘿 那是不是说99真发表 假如说呢 我们上个礼拜写的东西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它改成 欸 这边是两个file回圈嘛 欸 所以是不是又可以用两个 画回圈可以完成 欸 没错 可以 但是要改三个地方 如果你照着同样的逻辑改哦 欸 应该就一下子可以把它改 可以试试看哦 那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那个 把那个file回圈哦 改成那个file回圈的方法哦 我刚刚特别讲哦 这个可能也不用特别死背了哦 主要的差异就是初始始的位置哦 这个一定要加 所以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file后面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条件 当什么条件呢 会去做下面的事情 好 当i小于100 那不过 还有第三个地方不一样哦 就是下面这边一定要i等于i加1 如果这一行没写的话 那就会造成无穷回圈 那什么叫无穷回圈 它一直跑 跑不出来 因为i一直等于1 等于1是不是小于100 是 下一个还是小于100 还是小于100 就回 就出不来了 所以哦 记得哦 第三个i等于i加1 它一定会加1就变2 再加1变3 再加1变4 再加1变4 一直加3 加到99的时候 还是小于100 当它变100的时候 等于了 所以它就离开了 有没有 特别之后 i的词哦 当它变成 加到100的时候 那100有没有小于 100有没有小于100 没有 所以这个地面force的话 那这个回圈呢 就跳离 所以就会执行到这边 就离开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 那回圈这个部分的话 有些地方 相对比较抽象 所以 你如果能够克服那个回圈 的这种叙述方法 你可以很快的 把这种回圈的叙述方法很快写出来 并且执行正确 我跟各位讲 以后这个程式就简单的啦 其实最难的就是 你要能够快速的把你工作上 重复的事情 把它写成一个回圈 那一件事情真的就解决了 不过这个需要训练的啦 因为蛮多人 常常都会受限于什么 抽象 很多东西啦 但 这个有时候还是需要训练的 像如果你程式写久了 慢慢这都不是问题 最怕是你可能训练的时间不够 你会发现很困难 很容易写错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 我最头痛就写回圈 我每次一写回圈 我头就很痛 OK 不过慢慢发现有写久了之后 好像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看到回圈好像就觉得蛮 你怎么讲 蛮亲切的 有些地方本来不会写回圈的 慢慢回圈就自然就把它写出来了 那什么时候 可能要训练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说真的没办法 马上一下子就很熟练 但是需要时间 OK 试试看